過兩天就會知道,我也可以保證 因為總統候選是個禿頭的 所以副手絕對不會是個禿頭 頭髮一定會比我多 副手名單是不是過兩天就要公布 那現在心裡有個點 副手名單大概已經確定 我們希望選的副手 也是一樣熱愛中華民國 有責任感 對台灣這個土地 願意無私的奉獻跟犧牲 還有非常好的國際觀 也有很強大的治理能力 所以副手的人選很快就會跟大家報告 所以會是誰呢?大概 過兩天就會知道,我也可以保證 因為總統候選是個禿頭的 所以副手絕對不會是個禿頭 頭髮一定會比我多好不好